竟然在婚礼的时候 他们很多都提出来了 来用这些话来感谢我们父母 这些是一些很简要的例子 就是说当我们跟孩子 跟任何人沟通的时候 不要翻旧帐 每一次的沟通就像是第一次一样的 这样真的能够忘记背后 努力念前对吗 这样就从零开始 这样不要让以前的包袱 成为这一次新的沟通 新的关系的包袱 这个是非常有智慧的 而且用全新的眼光 跟有服务的初心 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长 而且也很愿意说 对不起请原谅我 我上次也跟大家提到 我多少时候要跟孩子道歉 误会了他们发了脾气 孩子当然了说 好 我说 would you forgive me 孩子说 yes 我们就好高兴拥抱 当然很好 也有的时候他们说 not yet 有的时候说no 那我要脸皮后又回去 再问 会不会请原谅我 这个不会影响我们做父母亲的尊严 这个其实更加帮助孩子来尊重我们 因为我们有这样谦卑认错的心 刚刚看到是十阶之一 对不对 父母常认为永远是对的 孩子都觉得说你都 错的时候都不道歉 这个是孩子不太能够接受的 而且也愿意讲这七个 magical words 谢谢 现在我们现在在疫情 在家里面 就是我们夫妻两个人 也是常常讲谢谢的 对方要帮你做什么的事情 喜欢 收集东西 非常感恩 真心的说谢谢 我们就是家里面最熟悉的 更需要讲这七字 七个字 而且要请对方做 不觉得是应该要为你做的 说我错了 I was wrong 你怎么想呢 What do you think Oh I'm listening 我在聆听哦 我是这样想的 然后we 我们一起 这些都是一些很简要 常常在家里可以用的 很多人问 我上次提到的 当我们做父母亲 绝对不是一个完美的父母 perfect parents 不可能的 可是我们的确要做一个 祷告交托的父母 Praying parents 很多人问 我提到这个三十天的祷告 我也把这个可以原来的党呢 给正主 让他们可以放在网上 这个也可以拍一个照 就是每一天 每个月一号到三十号 有这样一个祷告 是英文翻译成中文的 就比如说救恩 然后有个经文 那这个呢 也可以成为你们家里面 一个简要的一个灵修 彼此来分享 目的本来是为孩子祷告 也期待他们要成长的一个品格 又是服事的 那我自己也是这样几十年过来的 对我来说有几个秘密武器 这是其中一个上礼拜比较快的 跟大家来讲 那今天呢 希望能够多强调一些 怎么去SELF CARE Self Care的一个长头师 因为当我们照顾好自己 才能够照顾其他的人 事物 照顾我们的灵魂体 我们的需要 那不是说要很多的时间 可是呢 这些都是我完全不能妥协的 就像刷牙一样的 S就是属灵上 每天读圣经 每天随时与神互动 祷告 特别在工作里面 在沟通 与人交往当中 看到神出现 耶稣在我的工作里面 所以Spiritual Maturity E就是establish一些 设立一些健康的习惯 就是现在疫情当中 还是走一万步 举重吃好健康的 L就是live today 今天或许是最后一天 不代表说我们忙得 昏得忙得死 不是这样 而是一个 不会后悔的医生 能够觉得 应该爱的人去爱 应该感谢的人去感谢 F呢就是fun 能够有喜乐 有乐趣的 上次跟大家来分享 跟家人 现在每个礼拜 都有一两个小时 可以互动 分享 祷告 在书里面 可以玩游戏 那有乐趣的 我们在家里呢 先生也是有一些活动 是有乐趣的 C呢就是call on others 常常有一个祷告的伴侣 是你的配偶呢 还是弟兄姐妹 这样子我们走 这样的信心道路的时候呢 就不是孤独的 是有神 有我们同行 也有其他的伴侣 A就是attitude 我们的态度是非常重要 我们整个人的心态 就决定了我们 做事情的方式 所以有一个正面感激 每天可以感恩 最起码三件事情 就是给你一天的喜乐 R呢就是renew 把你的身心灵 能够更新 学习新的东西 现在疫情 好多课可以上啊 无论是神学院的 还是Zoom的 很多都是免费的 我就学了很多 学了以后呢 还去消化 思考怎么应用 最后一就是 Every day is a gift 每天都是一个礼物 今天早晨可以起来 就是一个感恩的心 感谢主 感谢主